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表示 受全球大档机事件影响的本地机构 资讯科技系统已经几乎的完全恢复正常 杨立明部长在Facebook贴文表示 这次的事件让不少人质疑自己对科技过度依赖的行为 杨立明认为要预防这类事件 首先要执行稳健的测试 并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 更重要的是制定和更新业务连续性计划 并定期的通过桌面演习进行压力测试 政府部门每年都会进行演习 近100个政府机构以团队的形式 在过去三年进行了危机管理应对演习 部长呼吁国人尽可能从这起事件中学习 加强我国的数码韧性